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那种越来越强 所以口中吐火 就是恶鬼效果 恶鬼是为什么会得恶鬼呢 就是把自己保得太重 我这个字在你心中太重了 是吧 所以恶鬼的恶怎么写 使我 就拿一天到晚 在我中保足 使我 就是恶鬼 那个我的感觉 执着在那一支那边 然后我的感觉在那个心系之中 一直想要得到满足 就是恶鬼效果 然后就沉沦在那个感受里面 难以自拔就是地狱 现在师父讲的这个 不是在跟你分析 畜生恶鬼地狱 是告诉你心性 你要是这样膨胀下去 就算是这个业绿了 我现在还不到恶鬼吧 可是你会发现 我很在意我的感觉的时候 你越在意你越得不到 对吧 每天气得住脏的要命 整个身体膨胀的感觉 那心里面 感觉到心里面 都是种种生活先前 因为这生活先前 事实上你摄取它也摄取不得 就叫咽喉系 但是那个咽喉系 你根本得不到咽喉系 但是你的欲火就越大 是不是能感受 是不是就已经像地狱了 你已经有了个像 我就是下个班 我跟你讲下个班 但凡能下班 我从来不会去想回家 我觉得回到家里 就感觉到就是 我很压抑 但凡有点什么事情 我必须要带 我觉得在单位里 带着会不会在家里 带着我 这段时间都不对 所以我可 在我们的领导演员 就是说 我是一个优负的员工 虽然我年龄很老 你知道吗 这就是在潜在意识里面 这是众生最容易犯的病 因为轻 轻就容易输 很多东西是因为 比如说环境也是一样 你常常在这个环境里面 环境的感觉 你就感觉不到 比如说 我在房间 我一定会点成香 我一定要点香 我不点香不行 事实上我点香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从来闻不到香 习惯 对吧 这个道理应该懂了吧 可是别人进来 就会闻到 是不是这房间 都是香味 就是成香的味道 我真的一点都闻不到 但我一点都闻不到 但我却很在意 我一定要点成香 事实上我点不到 事实上众生的生活 的生命里面的感受就是这样 你越轻了 你越是疏 越是疏离 就是这个叫做众生业力 越是轻了越疏离 决心于你最轻 天天在用 可是你越是跟它疏离 你都是看感觉 全部看感觉 所以业力就是如此 明明是你决心在线的 你都是抓到外面 明明是家中才是你生活 你就是抓到外面 明明是你在家中 你应该是要呵护你的家中眷属 不是老公要呵护太太 太太要呵护老公 我不能只对你一讲 你一讲 要呵护 因为这就是你的 你将来不是呵护他 只是在保障他 呵护他时 你的对象是彼此 但你呵护的绝对是将来的度量跟气度跟智慧 懂吗 这个你是在呵护的 这是家 你去捨去家 跟你亲的 你去认为在呵护外面的 呵护外面 你认为别人说你有度量 我告诉你 那都是昙花一现 因为根本性中 你就不是真正那么大的气度 因为要是真正那么大的气度 你应该看到是本 本在家 你懂我意思吗 我现在讲了以后 你看师父讲这个意思 不是在讲你 也不是责备 是要你去自己 破析一下这个声音 因为你把这个声音 这个因缘本末解释清楚以后 你将来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 本力而道胜 你真的家要弄和谐了 我说你在外面那个气度是真的 假如家不和谐 外面的气度他在逃避 你只不敢面对自信而已 那你在外面的气度再好 别人再这样鼓掌你 我告诉你 他每一个鼓掌下面 只会造成一次一次 你内心里面自己反省的时候 的那种痛苦 挣扎 跟意思永远 不能原谅自己 或是不能原谅家庭的障碍 然后你就会常说 为什么外面都会肯定我 就家里不肯定我 你也没肯定过家 你也知道大家都是凡夫 你也没肯定过 大家人家都肯定过 你要要求别人肯定 他们都是凡夫 没有一个 你家里不要寄望 家里面是哪一个是菩萨在来 千万不要做如此寄望 你只能说你自己是不是菩萨在来 自己说自己是不是菩萨在来 好吗 这样去做 人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的话 世间就是道场 每个人把世间生活当做道场 每个人这个人生就不是白来 先不要跟你讲说后面 什么叫做解脱道中的 什么出示法认得决心 先要在世间法中你要决 什么叫做决 你知道怎么样应他们的决心 也知道你在崛起些什么 先懂得这个决 你有一念委屈 你绝取的就是委屈 你可以造假让别人肯定你的 也是你一直不断在填鸭式的 一直不在积累你潜在心意识的 委屈感而已 然后你的委屈都杀在哪里 都杀在亲人 那才可怕 其实我试图你知道吗 你说把我的委屈杀在给亲人 其实我觉得吧 我挺不出东西的 就是我其实真的没有把委屈杀在给亲人 我全把我的固满和家里的愤怒杀 当给莫非人生 就是因为我是做俗务行业的 我是做物业的 就是当有一些 当我认为他是一个扶脚蛮缠的人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能把他堵死 就是我把我的怨念你知道吗 全都堵给外面的 但是我回到家里一般 你问问他 我是很好会出生的 就是我真的像一个回到家里 我就跟个猫一样 我就会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 你会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 不要解释做猫 猫是很温顺的 你只是猫在哪里 你不需要猫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解释可能 就是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 因为没有杀在家里 只是你不想杀 只是现在心里面那种 那种心里面的隔阂就在 所以那也是杀在亲缘 那为什么要隔阂呢 所以你只是换一个态度 找到一个不好的因缘的时候 你就怼他 你好像发泄 但你绝对不是看到每个人都怼他 你找到不许 对对对 所以你只是偶尔找个机会发泄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到别人怼他吗 你自己都知道 把家里不愉快拿来怼人家 你就知道你怼人家一次 你就知道我回家就是不愉快一次 就算你学猫 你只猫在那叫你 猫还有个特征 你真的好像好兴趣逗逗他 他就 他就支牙 那不是杀吗 怎么会说不杀 杀一定要有动作才叫杀 你知道很多不顺 带人一进门带人那个不顺 不服 就已经把这个家里的氛围搞坏了 你不是大家都有相信风水吗 你不知道那就是风水吗 那个风水不但会养人 还会教育孩子的人 所以我常说 一个地方过去假如说 就出现了什么杀人犯干什么 你去他们的家庭去看一看 穷山恶水 对吧 杀人犯那些就是那些恶山恶水 大坏人但出现 但这个地方假如出一个宰相 你再来看 龙山龙岸 无情的山随是随着人转的 何况是出一个皇帝 那真的就是龙山龙岸 假如说过去没有出皇帝以前 人家看龙山龙岸 这边会出皇帝的话 可能出生的小孩都被砍楼 过去就那么残忍 你相信 对吧 就怕你来 怕你来篡位的 而且你又不是皇家的人 为什么这边会出皇帝 可能就被砍楼了 或不然就被人家 被你围起来 但是你要是出一个皇帝再来看 所以过去天地之间 要是有人才现实 天地都先保护他 你看过去穷山恶水 根本没有任何征兆 人家再打再有名的那些 那些那个看风水来看 都看不出任何征兆 将来就出一个皇帝再来看 龙山龙岸 甚至我还在讲 一个当皇帝的人 就像那个什么 明朝皇帝朱恩章 他本来就是农府的人村的人 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农夫嘛 他还没有当皇帝以前 你看他一定是老农老妇 对吧 当皇帝以后 三个月再来看他 老太夫人 你相信 面色都变 你相信吗 人都变的 无情的山水 所以世间的福报都能改变 何况我们的小小的家 你每天在那边酝酿 你知道你在酝酿什么 你所有的风水被淘汰 你打败不是这个家的方式 你打败是你家的身心事事 家中的身心事 好吗 那怎么会没有杀在亲人啊 这杀的厉害 家是很小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都不能控制自信的人 在外面你说能够控制得多好 一时再一件事 对 我也不当我 错了就好 错了 你是佛门弟子 不要把伪屈常常说起来 不允许自己说伪屈 我哪有伪屈可说 行大战会员 说什么伪屈 哪有伪屈 那不是历练吗 别人觉得伪屈是伪屈 我觉得伪屈 刚好就是告诉自己 我不足的地方在哪 常常有这种声音提醒 用音声 就能改变你的心境 常常有这种声音提醒 你现在就不是这种业力的人 先用音声做佛事